1月5号晚间玉璃症发生了一起伤害案件 玉璃分局表示是因为汽车买卖纠纷而引起 双方协调过程中 红信民众突然遭到刘姓男子 随手拿起店内的木条朝头部敲打 随后刘姓男子等世人是一哄而散 红信民众送医后暂时是没有生命的危险 一名男子手拿木条直接往一旁的男子头部猛敲打 根据礼分局表示因为汽车买卖纠纷引起 双方协调过程当中 红信民众突然遭到刘姓犯嫌 随手拿起店内的木条朝头部敲打 随后刘姓犯嫌等世人一哄而散 而红信民众送医之后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有关1月5日晚间本辖玉璃症发生了伤害案件 警察是因汽车买卖纠纷所引起 那双方在协调过程中 那红门红敏突遭流险 随手拿起店内的木条朝头部敲打 那随后流险的世人一风而散 那红敏经送医仰占无生命危险 案发后 玉璃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权力来侦办 除了现场勘查掌握线索之外 并且指挥银眼小组调阅监视器 在4小时之内将流姓犯嫌等4人待案侦办 全案是以伤害毁损恐吓等这些人移送花莲地检署来侦办 记者高双双预证采访报道